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長榮大學的生活機能 首先我們來到學餐 這裡的用餐時段會有很多學生來用餐 有很多商家及Seven可以做選擇喔 那除了吃的以外 我們還可以來到長榮大學的南大衛紀念圖書館 這裡不僅設有可以安靜看書的地方 也有可以自由使用的電腦區及豐富的圖書區可以做選擇喔 那如果討論作業或怕吵到別人的話 還可以借用討論室來使用 從讀書館走下去就是學劇館 這裡有長榮書法 我們可以在這邊購買文具或訂購書籍 也可以在外面的空間吃飯及討論作業 那以上這些就是長榮大學的生活機能 謝謝大家的收看